Hello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无水蒸米鱼 米鱼已清洗干净 接下来切辅料 无水蒸米鱼需要葱段姜片就可以了 葱切段 姜切片 米鱼花刀 米鱼太大,给它切两段 这米鱼糕不能扔 在鱼背上撒点盐 用手抹均匀 两边都要抹些盐 处理好以后准备一个铸铁锅 锅底扔一点油 把它铺开 接下来垫入姜片 再把切好的葱段铺在姜的上面 接下来把鱼铺在葱的上面 然后浇点料酒上面 盖上盖子 先用中火蒸至6-8分钟 转小火蒸8分钟 打开盖子 在鱼背上浇点蒸油尺油 出锅,装盘,铺上葱,姜,红辣椒丝 浇点肋油 这道菜做的时候铲水不加水 保留鱼的原汁原味 今天这一道无水蒸米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